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的 但是必须得要离远一点 把中国的发音族式介绍为日本人 这是一个做视频的初衷 因为我觉得当时中国的发音族式真的很不错 很到位 所以我们是从完全是老百姓的角度来拍 平时生活中的发音族式 我们的家 然后上方的路上 上方路上的地铁 餐厅 我们为了突出真实感 根本没有拍拍 所以不加背景医院 我通过这个视频 自己传达出去的事情是 不是具体的发音族式 我想传达的是这个病毒的严重性 还有一个是团结的重要性 中国人这次大家都团结 一起面对这个病毒 所以才能够可以控制一下 比如说那个隔离酒店 中国的酒店 就是很多酒店可以愿意 给政府提供自己的酒店 把它当成一个隔离酒店 而且这个不是强制性的 一家一家都是政府去谈判 交涉他们同意才能够可以的 虽然疫情是特别不好的事情 但是也有好的事情 通过这次疫情 中立关系就感觉越来越好 日本人希望客观地看中国的信息 不要再带偏见去看中国